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我们已经进到店里面来并且已经点好了 我看了一下他们这边还是就是跟我们传统的路边吃的那个油茶有一定区别的 它这里面有各种就是口味可以选 比如生滚系列的就像什么生滚鲜虾呀生滚牛肉生滚猪肝 然后还有这个皮蛋牛肉 其实皮蛋牛肉听起来比较有意思 但是我怕踩雷 所以说我跟老板咨询了一下 这边就点的最多的口味最好的 就这个生滚牛肉 然后它上来之后我是惊呆了 它这一碗油茶真的分量老足了真的 感觉这一碗比我脸盘多大的油茶 应该能吃的回本了 15块钱一份呢 然后它这个洒子的话 跟我们传统路边吃的那个洒子是有一定区别的 因为它是那种猫耳朵状的 就是那种锅巴一样的形状 说白了就是锅巴一样的形状 然后刚刚我单独吃了一个脆脆的还蛮好吃的 然后呢听老板介绍 这种吃法呢就是民国时期富贵人家吃油茶的这种吃法 因为那种尖尖的就是根状的那种洒子的话 就是吃的时候它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口腔 那么富贵人家嘛就比较的讲究 比较的有疑似感 所以他们的洒子呢也是经过特别研究的 研究成这种就是 就是这个锅巴一样的形状 就不会刺激到我们的口腔 吃起来可能也比较的优雅吧 然后那吃法呢就是先把这个它上面 因为它这里面加了生骨牛肉 还有这个生菜 然后上面有这个炸的豌豆 还有这个香菜啊小葱什么的 然后先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之后 再把我们这个猫耳朵状的这个洒子倒上去 再搅一下搅均匀就可以了 其实放下去就吃 如果说喜欢吃那种脆脆的洒子的话 一定要放下去就赶紧吃 然后呢想让它泡的软一点的话 就可以让它在这个我们的湖里面泡一会儿再吃 它这个米糊我一定要夸一下 它这个米糊我觉得比我们外面吃的那种米糊细腻太多了 就是外面你可能还会在吃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颗粒颗粘的东西 但是这个不会 细腻爽滑到就是入口集容的那种感觉 真的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油茶呢 就是这个茶根啊 就是跟我们外面吃的普通油茶还确实有挺大的区别 但他们这个茶根的颜色是就是偏黄一点 就是他老板说呢 它是这个 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呢 也像那种太肥糖融化的那种感觉 包括它的颜色也是那种就是成微微的淡黄色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这个里面呢 就是加了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豆类 然后还有香料 就是相比相比于我们普通路边吃的那种 可能它营养更加丰富 口感更加的有层次感 然后呢 它店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吃 为了给大家就是充分的展示一下这个店内的特色 以及味道 我基本上就点了一份糯米盒子 就是这个糯米做成了一个三角膏的这种形状 上面粘了我们这个豆面 旁边配了一点 红糖 然后我来试一试它到底怎么样呢 这个好厚啊 哎呦它好像是两个两层加到一起的 中间是这个 哦它这个中间看了一下包的是这个 这个肉松 刚刚有一头不明雾状 我问了一下老板是这个傻子 因为它包在中间嘛 可能看不太出来了 然后它里面夹的是肉松 哎这种吃法还是很少见的 我来蘸一点红糖 旁边这个红糖脑粘稠了 然后混合在一起吃的话就是 蘸了红糖之后 外面咬起来就是那种香香甜甜的 吃到中间又有一点就是那个咸咸的味道 所以是那种咸甜咸甜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店里面的这个糯米丸子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推荐的 因为它就跟我们家里做的那种就是 逢年过节捏的那个就手工丸子一样 所以它是糯米和那个腊肉一起捏的 比如你吃到中间的话还会吃到那个 因为刚刚已经吃了一个嘛 它吃到中间呢 就是你会嚼到那种腊肉的香味 希望有机会大家也可以来试一试 这一碗带有富贵味道的油茶 那这个地址呢 我们到时候会打在屏幕的这个左上方 大家可以参照我们的地址 来店里面亲身感受一下 因为它也是属于开放式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观摩整个的制作过程 然后呢如果说大事不方便的话 也可以在网上点 网上的大事就搜索油茶十三个字 就能搜索得到 店家也特别介绍 就是说如果说是外卖的话 有根据我们这个 就是点外卖的这些人 就是量身定制一种这个吃法 就是相对来说 比如说你点身贵牛肉的话 它这个牛肉可能烫得更嫩一点 到时候到了目的地刚好 那个口感就是刚刚到位的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想要到店里来吃的话 到时候可以参考这个地址 到时候过来体验一下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拜拜